Hello 歡迎再次來到 HK2Tour.com 我是阿榮 今天要和大家示範的就是在 Photoshop 做一些發射線的效果 即是怎樣呢? 現在我開了一張 Artwork 這是我之前做的 Artwork 我就想加一些發射線 好像有些耶穌光在後面射出來 我們會怎樣做呢? 我們是不需要用 Zoom Bird 我們不需要用的 就給大家看一個完成的效果 讓大家看一下 只有一層 Layer 關掉它 開啟 OK 我們就開始做了 打開 Layer 這個 Panel 按下面這個黑白的 icon 滾上去我們加層 Solid 什麼顏色都無所謂的 按 OK 在 Layer 旁邊這裡 Double Kick 打開 Layer Style 首先把 Field Opacity 轉去 0 然後我們加一個 Gradient Overlay 然後就在 Gradient Overlay 這個 Panel 把 Style 由 Normal 轉成 Angle 塗不塗壁的鍋 然後可把 Gradient Type 拿到 Grade Front 旁邊 能夠卡在各個了 然後把 Gradient Type 由 Solid 轉為 Noise 這樣它就會珍負회 會 隨時不同色的 當它轉為 Noise 之後 發現下面的 多了兩其 就有 Color Mode,還有 Option 這個Color Mode是如何控制這個 Noise 的呢? 你看到左右每一條 Bar 有兩點 你就可以將它調到某個範圍 例如我正是紅色 這樣就可以做到正是紅色 或者正是綠色 如果是屬RGB的運作 你就可以在這裡自己混色 但是這樣就不夠方便 有一個方便的方法 將Color Mode轉到 HSB Hill, Saturation 和 Brightness 例如我要黃色 將黑白箭咀夾到中間剩下黃色 我不要那麼多黑色 就可以將 Brightness 的黑色拔走 由這個黑色到沒有黑色為止 Saturation 一樣 你可以有白色 或者只是高 Saturation 的顏色 現在看上去就好像不夠實淨 我們可以怎樣實淨一點呢? 當你轉到 Noise 之後 你的 Gradient Editor 就會出現一個Option 叫做 Roughness 你就可以按下去 拉 我們今天會用100% 你會看到 瞬間之後 你會看到一些線 就實淨很多了 那個 Roughness 其次就是 我們要再把它夾起來 好了 然後現在還有一些雜色 我可以怎樣拔走它呢? 這裡的Option 有一個叫 Restrict Colors 它會防止剛才那些狀況 有些太過深色的情況 有些線互相搭的時候 你也可以加上 Transparency 但是我們今天示範的這個情況 就不需要加 Transparency 接著還有一個按鍵 Randomize 是甚麼呢? 古名思義就是Random這些線 重新再Random一次 你可以Random到自己喜歡為止 其實通常第一次是最好的 我自己用了這麼多次 這個也不錯 我們可以加多一點黑色 可以再深色一點 好了 接著我們就可以按OK 但如果我不希望中心點在這裡 我想改變中心點的話 應該怎樣做呢? 去Layer Style 記得在Gradient Overlay這一格 把Mouse Drop來Drop去 這樣就可以改變到中心點 例如我在下面畫出來 可以 在上面也可以 我這次就大約在正中間 上少少這些位置 接著我們就要改成 Band Mode 但是由於它是Layer Style 我們就不可以在這裡 改一層Layer 它是沒有反應的 因為它是Layer Style 我們要重新進去 Layer Style 去到Gradient Overlay 它自己有一個獨立的Band Mode 將這個Band Mode 我有幾個建議大家用的 Soft Light 大家看到效果就即時顯著 或者是黑 Light 有些情況可以用黑 Light 再按下它也都可以 或者是Screen Screen就更加亮一點 甚至乎可以用Doge 我今天就用Soft Light 就可以了 可以把Opacity按下一點 或者是再移回中間 少少 OK 就可以按 OK 用這個做法來做的發射線 除了剛才那個好處 可以將它的中心點Drop 之外 它還有幾個好處 首先就是它不會限制到Size 因為它是Layer Style 無論你的Artwork是多大 它都可以自動和你Fill 例如我現在突然間要做一個 3000x3000x3000pixel 300dpi 這個File很大 對吧 但是 如果我們將這層 Drop過來 它轉到Normal 讓大家看看 它也是沒有問題的 一樣是這麼實正的 這是第一個好處 第二個好處 回到剛才示範這個Document 它是一個Smart Object 所有東西都可以隨時改動 例如你做完7Rwork 不喜歡要黃色 你可以要另一種顏色 例如我發藍光 這樣就可以發藍光 要黃色就黃色 要七彩就七彩 這樣就相當之方便 接著當然是Layer Mask 我們用Solid 剛才開過Solid 而不開其他原因 就是因為Default 就已經給了Layer Mask 我們就可以很方便去Edit Sorry 按錯 現在我把Layer Mask Fill 為黑色 接著就叫Gradient 白色半透明的 發射性 在中間拉出來 旁邊的就刪除了 我們今天要做的效果 就已經完成了 希望大家喜歡 我們下次再見 OK 拜拜